据报道首次表示要抗衡中国的军事野心 将中国定性为对不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要跟中国对抗美国的需要是大于欧洲的 实际上中国就说得很清楚 中国是没有企图要将自己那一套 一定是要在西方推行的 西方有个顾虑就是 美国要对付中国更重的原因 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 或者是不够民主 很多人都问我究竟小金人这个talk 特别的嘉宾是谁啊 阿达 就是又年轻又聪明 又厉害的 其实家里还很富有 我非常喜欢这个基金经理 他上来会说说半导体行业 其实他仍然有一个 纸行业 还有提示介绍 还有告诉大家 有什么股份 他觉得应该避开 有什么股份 他觉得还有机会 还有提示 快点登记 因为我不知道我公布了之后 会不会有多了一群人来 然后可能我们公司说太多人 会不会早点折制 来到SEMedia 报名 详细情况不说 大家看看poster 多谢大家 好 回来说句话 继续在斯老板 是和韦韦的 斯老板再次欢迎你 大家好 上集就说到是俄国和美国的关系 今集说一下北约和中国 很少人和中国联合在一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刚刚在星期一 NATO峰会比利时 布鲁塞尔举行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但据报导 首次表示要抗衡中国的军事野心 将中国定性为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为什么中国去到北约这么大的变化 就是是不是主要都是美国的影响呢 要和中国对抗 美国的需要是比欧洲大 所以你看到欧洲有一些立场上 和美国是不一致 但有一些地方都是配合美国需要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自己一向都有提醒中国 不可以对欧洲寄予过高的期望 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背景 是基本上是相对一致的 都是以个人主义基督文化为基础的国家 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基础下发展出来的个人主义 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那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上 是和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差异很大的 就是美国有个政治学者叫Huntington 说叫Crash of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的冲突 这两种文明在很多基础意识上是有差异的 西方文明就赞成个人主义 就是个人的权益是放得重一点的 中国你孙中山所说的大天下围攻 就是都是公是放在重要一点的 就是家族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放得重一点的 就是中国所谓先讲军 军神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是上与下专与悲 重要与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 西方就相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 你看疫情下就看到了 中国为了整体利益就可能要求个人去检测 保持社交距离 西方是万不得已才肯用这些政策的 但实际上一个社会既需要集体的利益 也都需要照顾个人的利益 我自己个人是相对平衡一些的 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整体利益 不愿意分工合作去做好人类整体的事 是很多事情会做不好的 就是人类为什么可以在食物链那里 爬到最高位置 人又不是跑得快 人又不是你个人 在自然靠体力战斗力搏击上 你就不够狮子老虎那些野兽强 但人为什么想到食物链的顶部主宰这个世界呢 主要就是靠合作 就靠个人在需要的时候要付出牺牲 去维持整体的利益 就是我看那些动物纪录片 整群水牛大 就是力量大 比那几只狮子很多 为什么经常都是水牛被狮子吃了呢 就是因为水牛没有办法联合一齐 没有办法 其中有一些很牺牲 那这个是造成集体利益 要在群体里面受到尊重一个基本条件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恩揚两个都要照顾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西方的社会 关注个人权益 对个人是有好处的 就是人的尊严 受到公平待遇是会多一点的 这样就 所以很多人都还是 在个人选择上 他觉得西方社会 给到他的保障多一点的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社会越进步 个人的自主空间应该高一点的 但是这些自主的空间 自由度不应该是去伤害 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 说了这么多 都是只要说中西方 在文化意识上是有差异的 所以如果集体主义 中央国家权力强一点 在某一种程度上 欧洲就会觉得是一个系统性上 对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威胁 所以就是欧洲都不倾向中国 崛起得太快去威胁到欧洲的文化 因为一个社会在某一种意识形态下 生活得久 习惯了之后呢 你要它改变呢 它是会很抗拒的 就是中国 现在呢 就是在欧洲来说 觉得它崛起得太快了 有时认为它过度强环主导 那实际上中国呢 就说得很清楚呢 中国是没有企图 要将自己那一套 一定是要在西方推行的 但是西方有个顾虑呢 就是如果中国那一套成功 其他的弱小国家呢 就会尝试中国那一套多些了 这样呢 就变成了以前是全世界都以西方那一套 马首是尖的嘛 那如果中国那一套强盛 就是起来 中国又搞一带一路 就是搞一带一路就可能 被西方觉得过度进取 威胁到他们 所以西方配合美国 去制约中国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 就是他们也都有这个需要 只不过呢 他们现在都 明明和美国有分歧的 美国就想将和中美的关系 是发展到冷战的关系 全面切割 但是欧洲呢 就未曾想全面切割 所以他在维尔族问题 他没有强调这个西方问题 不是新疆问题 他也没有将维尔族问题上升到叫做种族灭著的层次 他最多说强制劳动不好 一些专政的就是去对待一些少数民族的反抗 他不认同而已 就未必去到指控中国是种族灭著 所以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不会完全一样的 那因为他们都知道美国要对付中国更加重的原因 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 或者是不够民主的问题 而是中国威胁美国老大的地位 为了美国要做老大 就要欧洲去牺牲 欧洲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的 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和美国是有分歧的 所以中国对欧洲既要知道欧洲容易倾向美国 又要知道欧洲和美国不是完全一致 所以应该尽可能争取欧洲的 就是对欧洲的指控除了要延迟搏斥之外 而且还要内心讲解 让他了解实际情况是如何 因为欧洲都不难看到 就是美国不是纯粹为了意识形态问题去针对中国的 因为如果说那个不开明不够民主的国家 现在在这个世界多得时 美国的盟友譬如沙特阿拉伯 还是封建皇朝 皇室世责那个权位 那美国也跟他做盟友 所以他不是说只是想要民主这么简单的 也不是你想搞民主就搞得成的 譬如美国在阿富汗战令了这么久 因为推行民主制度什么推行不了 所以争取民主只是一个仿指 就是要压抑中国的成长才是真的 所以欧洲未必完全愿意放弃自己的需要 配合了美国的 中国应该在这方面 争取欧洲的谅解和支持的 这个是我们欧洲 就是欧美中之间的 关系的看法 你觉得譬如好像一带一路 其实都有欧洲国家主要国家是加入的 那这次不如是首先第一次这样联合 发表那个声明是一个姿态的表现意义 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呢 比以前 其实欧洲 初初 某种程度上支持一带一路 就是因为美国未曾这么强硬表态 就是美国其实是花了很多气力去争取欧洲 不可以在一带一路上支持中国 那时候在那间什么发展银行那里 他们还日股出钱 那以后没有这支歌仔唱的了 这个是之前相对 就是那个气氛好一点的时候 做下来的事情 应该以后没有的了 你看这次就是G7 都撥出资源去一带那些非洲 亚洲一些落后国家是撥钱 做类似一带一路的事情 以前呢美国一路有援助那些第三世界 一些亲美的国家 但是自从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呢 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少了的 那现在呢他就想联合欧洲继续去做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情况呢 做到这些 或者做不到呢 好看经济发展的 你经济增长快 你不断有新的资源到你就可以做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做得两做 国内的矛盾就会激化 国内都抢资源的 国内都不够 你还拿去援助外国 现在你看欧洲 美国都是右派崛起的 右派民粹主义 本国利益 至上主义 全部都是崛起的 所以他们想做和做得到是两回事 做得多少也是另一回事 我自己看欧洲的动力其实是一直弱的 我也有一些生意上的朋友去欧洲发展 他的印象就是欧洲就是有钱的家族多 中国肯投资生生意的小 他们都是打算保住上一代赚下来的钱 美国就更多些人肯做生生事业 就是中国就年轻一代 虽然有些人大陆现在都有所谓躺平 躺下不做事 但是想做事想发围 和这段日子发到围的年轻人相当多 所以蠢蠢毒素人很多 所以变成你没有经济能力 你想说去援助这个援助那个 说的而已 中国以前就想援助了 没钱了怎么援助呢 现在他能够透过他过程的产能 分一些去外 就是第三世界很快就可以很见识了 明白 好 多谢施老板